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簡報的部分 一般各位其實最常用的簡報是哪一個 應該就不脫 微軟 Hopen對不對 請問 你有沒有用過其他的簡報軟體 Liber Office 有一個嘛對不對 Open Office也有一個 然後呢 Mac上 有Keynote 對吧 除了這些 還有別的嗎 好像大部分都差不多 我們剛剛講那幾個 都跳脫不出微軟的那種 簡報 類型 對不對 那另外呢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RAID PIDI 也許有些人有用過 有些人有用過 因為 這個跟FocusAi基本上是一樣的 FocusAi或者 相對來說FocusAi就是學他的 只是呢 FocusAi在我們台灣使用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評判 你會發現Loading的時候就特別久 尤其從教育部往上出去的時候真的比較久 這樣對使用者兩部方案除非你是付費的 付費方案 那你可以由單機版使用 那FocusAi它這一塊 在速度上就像很快一點 你剛剛有看到我也是雲端上下載嗎 我剛剛沒有偷偷先下載 好所以還可以 第二個是在字型的部分 字型的部分 有些人 用這個的話 只能有什麼 黑體 或者細明體 你就沒有其他選擇 但是我部落給我寫一篇文章 事實上你還可以 透過一些小技巧可以讓他有不一樣的字型 但是總是相對比較麻煩 好但是呢FocusAi就是你電腦面有什麼事情就拿來用 就相對比較容易 那有一個 這個Sway 各位有沒有微軟的帳號 比如說outlook.com或msn 有沒有 你如果有你曾經用過他雲端應該也有看到這個服務 對不對 你都沒有給他 想去用看看 都想說Sway 就再見了嗎 哈哈哈 其實他也有不錯的功能 等一下我們有一兩個demo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也還不錯 只是我也沒有主意推 那他有一些還不錯的 那 這裡面呢 FocusAi跟Praying他們都是以什麼 心智子為核心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後面還有一個Smin 就是說其實 這個都是最後什麼 簡報就是呈現出來的樣子 可是我在前面前置的作業裡面 更重要的是你那個 思考的過程 怎麼樣用那個工具去做 那 FocusAi Praying 只是讓你可以有 比較 快的 就從那邊轉換過來 轉換過來 那目前 我們FocusAi的部分呢 看一下 在這邊 OK 第一個 這邊 基本上如果你用Praying你會發現就是FocusAi相對更多功能 會比它上面更多功能 而且它是單機版 所以你比較不用擔心什麼 網路速度的問題 當然它也可以放在雲端 那目前FocusAi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國際版 一個就是大陸那邊的簡體版 那這兩個版本都我們講的正體中文的介面 這個正體中文介面主要是哪裡不一樣 授權方案不一樣 授權方案不一樣 因為國際版的 你可以按月收 也可以一年 就是繳交的 免費的方式繳交 就如果你是選擇付費方案的話 但兩個都免費方案 都免費方案 那如果你是這個的話呢 買一次用一次 你看這樣夠差 好就 就是大陸的 簡體版的它就是 這個不一樣 那以前我有就是 使用這個國際版的付費版 因為那時候我有一個需要就是 因為我們這個像現在新的PowerPoint 可不可以變成視訊檔案 可以喔 像新的PowerPoint你可以直接把它錄製成 就是視訊檔案 這裡也有這樣的功能 因為我以前有那個需要 在一些場合我需要把那個 做好簡報就直接變視訊檔 直接在上面播就好了 我等於是自動播放而已 像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版本其實 功能都是一樣 但是就是差在付費方案不同 目前 簡體版 版本比較細膩一點點 大概好像3.73 那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是 3.61 有沒有 差一點點 好同常它會先退出 然後再改這邊 所以這個是 您可以了解一下 但是 基本上不會差太多 好 那麼 再來的話 其實在台灣現在用的不多啦 因為大概是從我去年開始 比較有在推 就是說其實 因為大家平常 我問一下好了 你看 你們平常都是用 做簡報嘛 那些範本 請問用爛了沒 你總不好意思每次 期待說 微軟新版本出來 Office新版本出來 新版本出來多多少少 會有幾個 新範本啦 但是 現在Office要有新功能 也不太容易嘛 因為算是相當成熟的 對不對 所以要新功能 有創新功能的 幾乎不太 有就可能就是一個 或是小小的 小改進而已 沒有太多的 那 這個時候 每次人家上來簡報 畢業 又是 然後你就想 這我用過嘛 這簡報範圍我用過 內容我沒有辦法幫你 因為內容要靠你自己 對不對 但是呈現的方法 我們是可以不一樣 好可以不一樣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 他到底有哪些特點 第一個 註冊真的比較簡單 國際版的 你只要輸入你的什麼 輸入你的信箱 兩次密碼就好了 他不會做認證的動作 好但是如果是簡體版 他會寄封認證信給你 認證信給你 所以等一下你要註冊 都可以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 好 剛有中文的 所以沒有操作上的問題 再來 有很豐富的範本 而且最重要是這些範本 你大部分都沒看過 這樣就可以比較有吸睛的效果 當然我們用Folkscape 不代表說你以後要捨棄 Powpoint 而是說你有更多的工具可以用 對不對 你有更多工具 你就可以 更靈活的去使用 我不見得每次都要用Powpoint 偶爾嚇人家一下也很好 那再來 我們看看 他也有 內建 其實應該說 他放在網路上 所以 其實呢 他的這些 圖庫啊 這些其實還蠻多的 你從上面 就好像各位用微軟的 有沒有用過美工圖庫 但是 你應該從小用到大吧 某些圖形 怎麼看都是那些 偶爾總是要換一下 換個口味對不對 那這裡就比較多 你可能沒有看過的 當然如果你有需要有些數據的呈現 他也可以做 這種 就是 一些圖表的功能 你可以用 那個像 CSV 有沒有 eSale把它轉成CSV那種 豆點隔開的 就可以直接把資料匯進去 就匯進去 那可以做一點點的動畫 當然這一塊 不是他最擅長的 微軟這一塊相對整合比較好 因為他有eSale 好 那再來就是 字型的部分 因為字型的部分就是你電腦的字型 所以 對你來說更簡單 對不對 你的使用上 就沒有太大問題 順便回顧 回頭一下 請問Powpoint 如果你用了你電腦字型 別人電腦沒有 會怎麼樣 對啊對啊對啊 比如說你用了特殊的字型 可是對方就只有新器名標開 他是不是就 恢復原來的 那 如果你利用Powpoint的話 有沒有解決方案 有啊 Powpoint 有一個叫隨身簡報 還是隨身CD 他就可以把那個帶走 所以還有一個問題是你會遇到的 Powpoint可能不同版本的問題 我用比較新的 結果他變比較舊的 不能播 對不對 那你如果用這種方式 他 順便幫你 帶一個 Player 那你就不會有就是 拿到不同電腦有不同版本的問題 這個是 反正 額外提一下 也許你有遇到的 那 最後在這邊呢 他有多元的輸出 也就是說 你可以直接放到雲端 像我這樣子放到雲端 對不對 你也可以變成一個執行黨 甚至你可以輸出成視訊 那在免費的版本裡面這三個都可以做到 免費版本這三個都可以做到 但是呢 視訊的部分 免費版本只能到720 480 也就是我們一般講DVD的品質 好如果你要更高的品質就是付費的 就付費的 再來就是免費的有沒有看到我這裡有一個小小的這個東西 他們Logo 對不對 基本上他還算不會太擾人啦 所以還在可接受範圍 還在可接受範圍 那再來我們往下一下 有些有沒有你可能是用Mac的 現在Mac的在台灣市占率是稍微比較高一點的 以前都是Windows獨大 那現在因為iPhone的關係所以有一二線開始使用Mac 那Mac的 比較可憐你知道嗎 什麼叫比較可憐 都被大多數的人欺負嘛 因為他如果參加研習 問老師 請問這個軟體我覺得不錯有沒有Mac版 沒有 就兩個字很簡單沒有 對不對大部分都是這樣除非他是雲端服務啊 那所以其實 現在慢慢有些軟體其實 在平台的部分 你盡量當然我們就選擇 都有的就可以照顧到比較多 這樣子 有沒有稍微了解一下 那至於說簡報的時候有比那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個PowerPoint有的他也會有 就是 像這樣 所以 有沒有覺得很難 還OK 那至於剪接啊 那些其實現在連PowerPoint都有 只是說 這個 比較屬於附加功能 甚至他也有錄影功能 像PowerPoint也有錄影功能 覺得比較好像2013以後吧 還是2010以後 但是你怎麼用過 OK 現在 我們Office 都只問了 平常各位用的90%以上的 都叫做既有功能 新功能 大部分都 各位幾乎用到的機會很少 用到的機會很少 所以 這樣有沒有對 ForgSight有一個基本了解了 OK